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老師 現在我們在東京的新橋站 我們來帶大家去一個很知名的模型品牌 它的旗艦店 Let's go 沒錯我們就是要來Tamiya Tamiya的Factory 新橋這邊附近的一個旗艦店 然後其實之前我有來過 然後整個質感就還不錯啦 這Tamiya的東西全部都有 然後它裡面的陳列跟橙色 就是用黑色這種風格質感很高 所以我們繼續看看吧 Let's go 就到這邊裡面非常乾淨 然後傳艦模型 喔這一套我超想買的 這是中級大盒 沒那麼大盒 一包一包的冷耶 散包的冷 之前人家說Tamiya貼紙沒有辦法 另外買他這邊都會 有很多軍模的老玩家 他就會跟我們推薦 就是如果你要買軍事模型 如果買Tamiya最保險 因為他的造型比例啊 都很OK 在這邊啊 他還放了這個1比1的BT BT戰車的 1比1的鋁帶 給大家看那種真實 秀化的效果 這個DADD還蠻用心的 而且他的陳列啊 不會為了白很多而買 他就是有空間性 有計畫性的陳列 我覺得這就是 旗艦點重要的地方 這件作品啊 像是印象非常深 就是 他這作者是精子成也 然後之前日本有一個 模型節目 然後他就是在那節目裡面 分兩集把這個作品 直接做出來 不管是場景的製作 或是 任何戰車上面塗裝 就是在那節目裡面 出現 我覺得 可以在那邊看到屍體 非常高興 波子你要不要買 很小 太小 你不能拍那麼低 我幫你也很肥要從上面 不好看吧 不好看的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逛了 差不多30分幾段時間 沒想到 喬老師竟然能全身而貴 因為 其實這些東西啊 台灣都有代理上 其實在台灣買 都有 如果你來東京喜歡 Tamiya 也想看看Tamiya旗艦店的魅力 可以來新挑戰這邊 找找 OK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來 在後面講話 對 剛剛不是說不買嗎 怎麼可能 來這種地方 怎麼可能不買 要在買這個 鐵盤 水壺水嗎 你是有幹嘛 比較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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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